别人的夜景调色 你的夜景调色 夜景一直都是调色中的难题 可能你想要的是通透的繁华都市 但却因为灯光构图等问题 画面砸乱 很难调出细节和通透感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个 新手适用的夜景调色流程 岂不让你调出通透的夜景大片 我是阿殿 欢迎收看 Hey Jones 这里我用的依旧是达芬奇 大家可以去官网下载免费版本 请认准这个官网网址 软件的基本操作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一期保姆级教程 这里就不赘述了 安装好之后打开软件 导入想要调色的片段 右键片段新建时间线 取消使用项目设置 在格式里面设定分辨率和帧率 然后进入调色面板 调整一下界面 打开试播器 这里我们主要看的是RGB分量和矢量图 调色思路还是三步走 还原局部调整和风格化 这次我会用七个节点来实现这个套路 前三个节点是并行节点 分别来调整整体 主体和周边建筑的曝光 第四个串型节点套还原LUT 第五个节点调整对比度和饱和度 第六个节点风格化 第七个降噪 调色之前我们先选中第四个节点 右键选择LUT 选中你素材的还原LUT 这里我用的是L3的D-Log M4彩 然后选中第五个节点 我们先大致定一个基调 在校色轮里把对比度拉到1.1 饱和度加到60 然后把中间调细节加到100 这个功能非常好用 能够很好的突出中灰部分 把通透感做出来 正式调整之前我们要分析画面 之前我们调白天素材的时候 天空和地面有强烈的曝光差异 所以那里需要用蒙板进行分开处理 那夜景不太一样了 还原后的画面整体偏黑 差异不大 所以没必要区分天空地面 但是画面的重点 也就是被高楼环绕的这艘船 依旧需要突出 接下来选中第一个并行节点 我们开始调整整体的曝光 新手在调整这种偏黑的夜景的时候 往往会盲目的去拉暗部 那其实通透感应该从亮部开始 直接把画面整体的明亮度 调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小部分的灯光过曝 咱们可以后面再处理 其次调整暗部 保证画面不碰到死黑 同时微调中辉 拉出暗部的细节 调整到暗部的树林 有隐约的纹理就OK了 最后就是过曝的部分 我们从校色轮切到log色轮 把高光压到江江过曝 这个时候整体画面曝光就OK了 选中第二个并行节点 我们来调整画面重点 点击萌版选中圆形 调整形状和渐变 覆盖中间的船身以及影子部分 并自然过渡到周边即可 按Shift加H可以只看萌版部分 之后拉高高光 同时降低中辉和暗部 让中心更加突出的同时 曝光和周围统一即可 过曝的部分 一样可以在log色轮里拉低高光 这时候我们发现 右下角的这个楼有点抢劲 那这里就需要第二个萌版了 选中第三个并行节点 点击萌版选中圆形 调整形状和渐变 覆盖这栋楼并过渡到周边 那因为这栋楼房在移动 所以我在跟踪器这里 点这里分析跟踪了一下 之后压低高光的同时 稍稍抬高暗部和中灰 让它在画面中不那么显眼 和画面周围统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选中第六个节点 风格化这里 新手我最推荐的还是直接套LUT 无论是达芬奇还是PR 都内置有富士和柯达的经典胶片LUT 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款柯达的2383 直接右键LUT 选中效果最喜欢的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太浓 可以在下方的键这里调低增益 注意啊 TALUT会影响你前面调的画面 那如果觉得对比度 饱和度和整体曝光还需要调整 可以回到第五个节点调整 最后选中第七个串型节点 我们来降噪 达芬奇有非常好用的降噪功能 但这个功能是需要付费的 那如果你也有付费版的话 这里的降噪可以像我一样设置 一般的航拍片段都能保证基本的效果 那如果你需要一些免费的降噪工具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期专门讲降噪的节目 看一下调色之前和调色之后 原本非常杂乱的画面一下子有了重心 画面的通透感也强了很多 满意的话就可以切换到交付界面渲染导出了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可以细化调整的地方 比如夜景经常出现的四彩溢出 不过这些就留给下个教程再说吧 对于不熟悉的新手 跟着本期教程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个 还算不错的效果 当然了调色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那就说明你觉得不好看 要记得套路才是最重点的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调色技巧 也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如果觉得这一期节目对你有用的话 千万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会持续更新更多教程 我是阿店 那我们下期再见